《山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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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想全方位了解尹太太这个角色吗? 你 你 最讨厌吃什么呀? 啊 山药 对 山药 山药 无论你做什么 千万别放山药 苦瓜和香菜 装饰都不可以的 山药 苦瓜 香菜 林总 这件事我们还需要再跟对方下谈 告诉他们这件事没得谈 一切按照试驾协议 老公 你怎么在这儿 作为尹太太 结婚之后都没有来过几次公司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你又想干什么呀 尹思辰 这是你自找的 我打电话到前台 他们说你今天特别忙 一直在开会 连饭都没有时间吃 然后呢 我就特意给你做了晚餐 我是不是合格的尹太太呀 尹太太真是温柔体贴 那我们就先不打扰尹总 和太太的独处时间啦 没事没事 我送完我就走 不打扰你们工作 思辰 你最近不是很忙吗 我就做了轻火降噪的 山药虎瓜炖香菜 尹太太真是细心啊 都是我应该做的 来 思辰 我喂你吃啊 他可能觉得我做的不好吃 没关系 我扔掉就好了 不会 只要是你做的 都合我的胃口 是吗 嗯 嗯 啊 总裁和夫人那么幸福啊 思辰 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 合格的尹太太啊 那既然饭都送到了 我就不打扰你们工作了 拜拜 我觉得你今天的提议很对 为了让公司员工们 相信我们幸福的婚姻 所以我决定 从明天开始 你每天给我送饭 每天 我明天在公司等你 尹思辰 这就是你逼我的了 老板 送饭 放到这里就行了 那怎么行呢 不是你说的要让员工们 看到我们美丽的爱情 好啊 走吧 总裁夫人好 那个进来的是总裁夫人吗 应该是 总裁夫人好 总裁 总裁夫人 怎么了 总裁 总裁 这是总裁夫人吧 这么多人 你先把手放开 行不行 别怂啊 老公 怎么 你要是觉得不舒服的话 可以先回去啊 怎么会呢 老公 我吸吸手术通通 压老公喂喂 顾熙熙 我不问了 其实你不用宣誓主权了 我已经是你的了 这 这还是那个让我们员工 闻风丧胆的冰块总裁吗 熙熙也想喂老公一个呢 这么多人 你吃不吃啊 李思辰 我腻不死你 是吗 来 快啊 吃慢点 别噎着哦 好吃吗 老公 我人家吃不下了 吃不下了 嗯 你不是想全方位了解尹太太这个角色吗 还要我帮你吗 李思辰 嗯 开心 过会儿 薇薇就是穿这样 记住了啊 嗯 知道了 哦 来了 来了 有些话我觉得我还是要跟你说清楚 对于我们的关系 这些天我考虑了很久 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们好像已经成为世界上 最了解彼此的人 但是我发现我们错了 也许我们只是不小心 顺应了别人的误解 也或许只是 一种习惯 我们都误会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但也许你认为的喜欢 也只是一种错觉 至少在我心里 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们是可以做恋人的关系 所以请你以后对我的感情 不要再约见了 而且我现在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所以以后 我和你 也应该保持适度的距离 你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但也许你认为的喜欢 也只是一种错觉 至少在我心里 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们是可以做恋人的关系 所以请你以后对我的感情 不要再约见了 所以以后 我和你 也应该保持适度的距离